世界卫生组织介意 21岁到65岁的妇女 进行每一年一次的供进来的筛查 美国妇产科协会推荐的筛查 是21岁以下的妇女 因为机体的免疫能力 抵抗能力都比较强 即使发生HPV感染 感染也是一国性的 不介意进行筛查 对于21岁到29岁的女性 推荐是每三年一次的供进细胞学检查 对于30岁到65岁的女性来说 每五年一次的供进细胞学 跟HPV的联合筛查 或者是每三年一次的细胞学检查 对于大于65岁的女性来说 假如以往的筛查都是阴性的 那是不需要再继续筛查了 但是如果患者在20年之内有过这个肛颈的这个肛颈内流变 二级跟三级以上 或者是有肛颈癌的 则需要再延续筛查 就是说要筛查20年 那么子宫切除的女性 因为她没有肛颈了 所以可以不做这个肛颈癌的筛查 但是有一个前提 就是说这个患者必须是20年之内啊 没有患过肛颈 上品内流变 二级 三级 或者是肛颈 这个肛颈癌的 这样的话来就是说 这个肛颈癌的肛颈癌